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来祷告神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听你的声音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的来自我们自己的声音 有的是来自魔鬼的声音 有的是世界的声音 然而我们要学习听你的声音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你看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声音 很多人持着不同的意见 你怎么样分辨谁是从神来的 哪一些人是从神来的 哪一些人不是呢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吗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许丽丝高法医这边的人是听神的声音 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信神的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跟神的关系 据我了解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蛮久了 也不是看久不久的关系 就是你有没有跟神 就是跟神很近 因为像许丽丝他就凡事都感谢赞美神 我就听得出来他高法医许丽丝 他在跟神的关系都算蛮好的 我感觉 然后这些官方啊 我看见他们是有在什么 有在办什么敬拜赞美会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听到没有行道的人 你看在这里 你看二三节 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二四节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 自由自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 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所以我们听到行道 才会得福 有的人很会听到 常常听到 但是他不行道 就等于看了镜子以后 然后就走了 然后忘记 自己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 英文叫introspective 就是要查看自己 所行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跟神有对齐 就是要跟神有对齐 他们现在官方有些人不是 这些官方不是 常常在看那个敬拜赞美会吗 他们去了敬拜赞美会 感谢赞美神以后 他们不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看这个 无意高中生的案件 是不是 你们本来就应该去 积极的去参与 他们是有自自不离 就等于看了镜子以后 他不审查自己 然后就跑掉了 这样你有什么用 在那里听到 听了多久 有什么用 你都不去醒 你看这个13章11节 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的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 不要再像小孩了 这些官方都不是小孩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 他们的 还是不够成熟 你看他们做事 就知道他们 就可以把一些事 就丢着不离 这样子 这样怎么行 人民都变成父母 要叮咛这些官员 赶快办案 赶快办案 应该这些官员 应该能称说 地方父母 这些官员 应该是比较成熟 然后照顾民众的 现在是反而倒反 民众要低龄这些官员 你们赶快去办案 就是倒反 逆向行使 搞得人民像 兔子一头污水一样 搞不清楚 就是会混乱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清楚地听到 祂的声音 而且可以行道 求神帮助我们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